我當時人就突然間喜喜叔叔在旁邊拿東西 我以為他要拿什麼資料出來 結果他端出他媽媽的遺照然後放在桌上 那你付出所有的心力在照顧他之後 爸爸媽媽往生了你也不能多分一份 嫁出去的女兒就不應該回來分遺產 或者是有的人會認為說 長孫也要分一份 我是八毛律師 我是女男律師 歡迎收看 是在哈囉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啊 去年有高達四億五千八百三十一萬元的遺產 是沒有人繼承的全部都收歸了國庫 是創下統計以來最高 而且啊其中還有一個單比兩億八千多萬的 兩億多耶 這正財來說應該就已經會冒出一堆親戚來增產了吧 不要說兩億啦 兩萬可能都會有人真的頭破血流 沒錯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聊這個話題 那你們的職業應該很常看到這種 親人為錢繁目的場面吧 通常這種遺產案件在官司的過程中 雙方當事人都會蠻灑溝的 像我自己有一個遺產案件呢 是在開庭的過程中 我當事人就突然間喜喜喜喜在旁邊拿東西 我以為他要拿什麼資料出來 結果他端出他媽媽的遺照 然後放在桌上 跟對方說 你現在看媽媽 看媽媽 你手抓 你當初媽媽是怎麼說的 你把手抓 然後就大吼 然後就一直拿那個遺照說 你看媽媽的髮手 你看媽媽的髮手 而且他也沒有跟我講他要帶遺照來 他就直接拿出來 對 聽你這樣講 我又想到我之前有另外一個類似的 因為哥哥說房子一定要給他嘛 那可是問題是沒有人可以證明這件事 那他其實越來越緊張 因為法官都不相信他說的話 被法官訓斥了一頓之後 就沉默下來 然後突然開始 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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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他突然抬起頭來 眼神整個都變了 他說 啊 啊我是媽媽啦 啊這個房子 我是不好孤孤的啦 不是 所有人都傻眼你知道嗎 那時候法官最覺得是 他超冷靜的 他直接跟那個哥哥說啦 啊媽媽 他叫他媽媽 今天喔 沒有請你來啦 因為你要拒絕才能作證你 這樣子我這次不能用 啊你先回去 先回去休息 浩拜家傳你來 對 浩拜他傳 速速退稿 因為我們也遇過 我也遇過類似的 這是很常見的狀況是不是 那個法官就是他 一邊寫他東西 一邊就說 啊媽媽你浩拜家來 就是他很淡定 表示他應該遇過這種狀況很多次 法官想要又來了 又來了 你們會看到這些場面其實都已經是到法院上面對部公堂了 會鬧到對部公堂其實通常都是因為有人覺得不公平 不然依法該怎麼分就怎麼分嘛 因為其實台灣還是有一些傳統觀念啊 重男輕女啊 譬如會認為說 嫁出去的女兒就不應該回來分遺產 或者是有的人會認為說 長孫也要分一分 因為通常就是兒子女兒分嘛 但是有的傳統觀念會認為說長孫要龐盜 等一下現在還會有這種觀念嗎 還是有 其實我們是在清朝嗎 還是民國 我們家其實就是這樣啊 因為我是長孫 就其實家裡 阿嬤往生的時候 我們是一到七叔是有多分一分沒有錯 因為依法長孫應該是沒有 然後依法女兒應該嫁出去還是分得到 通常我遇到的都是 其他的親友來諮詢 譬如說他們會問說 嫁出去的女兒也回來分錢 那我們要什麼方法可以不給他 為什麼不難 對那這種時候我通常就會問說 譬如說過世的是爸爸 我會說爸爸有說不給他嗎 他們說沒有 或者是有的人會說 小三啊 小三的小孩不分給他 這種我都會跟他說 如果被繼承人就是往生的那個人 沒有說不給他 就是要分給他 我覺得有一個觀念就是 這個錢是那個王者的錢 如果他沒有說怎麼分配的話 其他人是沒有資格去幫他決定說 這個錢要給誰 因為很多時候爸爸媽媽往生之前 他們其實生理狀況不是很好 可是因為子女呢 並不是每一個都有空 或是甚至有心去照顧 所以通常這個重擔 就會落到其中一個小朋友身上 通常就跟爸媽同住的那一個 那你付出所有的心力在照顧他之後 爸爸媽媽往生了 你也不能多分一分 而且甚至你的這些花出去的錢 你說我要從遺產把它拿回來 也不一定可以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當事 他媽媽往生了 那那時候呢 是由小兒子弟弟照顧的 那他當然是出了不少錢 那因為媽媽媽最後是在醫院往生嘛 那大家都知道 醫院往生之後才需要付費 付那個醫藥費 那他就拿媽媽的提款卡去領錢 那領完錢之後 因為媽媽已經往生了 就被告衛招文書 然後被告雜七 被哥哥告 那個從來沒有回來的那個哥哥 那更過分的是 因為原本這個賬戶 是保留在爸爸那裡 爸爸保管 他把他交給弟弟去 所以他把爸爸一級告進去了 說他是共犯 最後打了一年 刑事案件無罪 可是最後當弟弟 去跟遺產拿回那一份醫藥費的時候 法官說不行 原意很簡單 媽媽名下是有錢的 那既然他沒有受抚養的資格 他這麼有錢 可以用自己錢養自己 那你願意對媽媽敬得孝心 雖然法官在判決裡面稱讚他一番 他不是在諷刺你 可是他最後還是駁回了弟弟的疏鬆 他認為 這個並不是你的義務 而是權利 你願意敬孝心 所以不能跟其他哥哥分錢 這樣子 有時候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去要回來 可是也要看法官的行政 那有時候媽媽的那個財產是 房子或是土地 那即使有房子或是土地 法官會認為說他當下那個狀況 他沒有辦法賣掉啊 法官可能還是會認為說子女還是有 撫養的義務 那那個醫藥費就必須要所有的繼承人均分 但這個就是風險 因為你不確定法官會認定 所以其實我還是覺得說你既然付出去這筆錢 就要做好沒有辦法拿回來打算 而且有時候是 感受上的問題就覺得 我付出比較多啊 你們都沒有在照顧啊 因為法律上 我們看遺產這部分只看血緣 換句話說就是遺產是給孩子不是給孝子的 他不會去考量說你對父母的付出多寡 那是你要不要去跟其他哥哥姐姐要的問題 但是在遺產上面 只要沒有做遺囑出來 就是平等均分 因為你如果還要考慮到孝順的程度的話 其實很難分 如果三個小孩一個特別孝順 一個有孝順一個沒孝順 所以那個程度那個比例要怎麼分 所以法律上他就只能就有沒有血緣這件事情 去決定那個繼承權 對因為其實法律其實就是道德的最低底線 所以如果把道德的考量進去 那法律會變得很難定 法官也只好就是依照法律一人一份 那至於說你們誰孝心多孝心少 那就是道理 大家自己去只有公平這樣子 我們看過很多可能是小弟在照顧 然後大姐在美國 那大姐回來就會開始指責小弟說 怎麼衣服都沒有幫他洗啊 怎麼吃什麼差的東西啊 怎麼指責一大堆 但是如果那個美國的大姐呢 帶回一貫為鼓勵 媽媽就會覺得 我告訴你我超級孝順 在美國都還有想到我 很常看到這種狀況 所以很常發生這種情況就是 父母在世的時候不聞不問 就是各自逍遙 等到父母真的走了 欸什麼人都回來了 一堆人都回來要怎麼說 大概在幾年前有一個新聞 他有兩億的資產 他在半繼承的時候突然發現 欸我怎麼多了兩個哥哥 他去查台發現說 原來爸爸當初確實生了兩個男孩子 全部給送給別人了 就是做了收養出養的動作 就在爸爸死亡前的沒過幾天前 他們去法院中止了原本的收養關係 簡單來說 這兩個哥哥回到了爸爸名下 然後過幾天爸爸 這有點細思極恐 爸爸是他傻的嗎 就我不敢說啦 可是這個新聞還蠻特別的 那反正他就覺得說 差子一算時候到了 反正這件事情就在沒有人的狀況之下 爸爸名下突然多了兩個小孩 那遺產也多了兩個來分 很衝擊啊 妹妹就非常的不平啊 他覺得說那你從頭到尾沒有照顧爸爸 你甚至沒跟爸爸相處過小時候送出去了 那你憑什麼現在回來分這個遺產 可是其實沒有辦法 法律就是這樣規定 你在往生當下有親屬關係 你就有一份 這真的沒責嗎 他就突然在這個時間點離奇的出現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很奇怪 因為其實民法1145條 他有一些喪失繼承權的室友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被繼承人有重大的虐待 或是侮辱的話 那這個被繼承人有聲明說 不讓你繼承遺產的話 是會喪失繼承權的 那食物見解其實認為說 如果你長期的沒有回來照顧父母親 然後長期的棄父母親 棄之於不顧的話 是算重大的虐待或是侮辱其中一個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子女 對你就是不聞不問啊 都不會來照顧你 你其實可以做一個聲明 不管是用講的也好 用寫的也好 那講說你因為這樣 不要讓這個子女繼承財產的話 他是會喪失繼承權的 而且其實實務上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並不限於說你不給扶養費 造成爸爸媽媽窮婚潦倒 曾經出現過類似啊 只要沒有來安養院探視 探視上面都沒有你的紀錄 曾經也有法律認為 這也算是一種重大虐待 而可以喪失繼承權 我三年來看一次送一罐為鼓勵 那如果他覺得三年一罐為鼓勵 他覺得很孝順 那他覺得還是要讓他繼承 那就沒有辦法 也有這種狀況是說 他可能有偶爾來看 但爸爸媽媽覺得不夠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 法官其實還是會去實質上考量說 你到底這個行為算不算長久未探視 或是真的有虐待 而不是爸爸媽媽說不給就是不給 因為真的有很偏心的爸爸媽媽 即使他做了很多 他還是覺得不夠 然後就會聲明說 我不想分財產給他 可是如果他能夠舉證說 我的確有照顧爸爸媽媽什麼 或者是我有去看他 他都把我趕出來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法官也不會認為說 這個聲明有效 或者說孝親費匯款 這個也都是可以當作證據的 所以也不是說 跟爸爸距離很遠 我就沒有辦法孝親他 法律上還是有很多的方式 是可以建立你們兩個的關係的 那我自己遇過的是一個 跨國徵產的案件 被繼承人其實蠻長壽的 他一百多歲才過世 所以繼承人都八十幾歲 其實姊姊姊都沒有回來看 他唯一回來看的那一次 就是要爸爸把財產先過戶給他 我就有一個觀念很重要 就像我們前面講 那個錢是爸爸媽媽的 他本來就不是你的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哦 世大號囉 每週二、四、下午五點 Light Today 準時上限 遺 sä樂 Allah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